Hello,大家好,我是Mr.Edmondso,今天会为大家讲解就是HKCE2009 Mathematics Paper 1 Session A1 Question 4 如果你是未理解我做这期视频的理念,又或者如何正确地使用此视频,麻烦你继续这个画面 Otherwise,we can go on 第四条是讲的是Approximator Value,即是近似值的 给了一个数字,就是405.504,有三个不同的方法出近似值 第一个是取自最接近的个位,即是看着10份位,4写就5入,5入就是406 第二个就是取自两个小数位,通常我都会选一选的,两个小数位,一个小数位,两个小数位,选完之后又是4写5入 由于那个千份位就是4,所以4写5入就是405.50 好了,到最后,两位有效数字,我今次就会选一选前面的两位有效数字 OK 那就是40,个位是5,当然是5入,4写5入就是5入 OK 什么叫做有效数字 我通常解就不会就是解有效数字的定义,解就是解 第一个有效数字,the first significant figures 那什么叫做 第一个有效数字 第一个有效数字,由从左起第一个非零数字,我们就说它是 第一个有效数字 然后呢,之后我们每写一个位,后面那些所有我们都计算是有效数字 譬如现在我在这里写了,第一个非零数字是4,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有效数字 那我们就会数到1,2,3,写了三个位就有三个位的有效数字来的,这个近似直410是三位有效数字 OK 这个会适用于少数上高的,那可以回去和你的老师再谈谈一下 OK,那我下面那句就是generalize,刚才我说的东西而已,方便你温书 好,那说完了,多谢大家收听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,再见 谢谢 我怎么样 enterprise 毋 rasa 我不知道 咱撒 感谢观看